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 用大把时间迷茫 在几个瞬间成长 晚上好各位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瑞卡斯 时隔近一年的时间 静波频道联合上海的上原书屋 再次为喜欢古诗词的朋友们 带来了古籍现装本的 纳兰词和饮水词套装 由于是纯手工制作 所以数量非常有限 我们是通过预售的方式进行销售的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静波频道 回复3 就可以查到相关的链接了 今晚要和大家分享一篇 三毛的散文 很优美也很动人 叫做故乡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 到了牧原大门口 汽车便不能开进去 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 从车厢内拖出来 打开 再用力将它移上椅子 然后慢慢地推着它 她的膝上 放着一大树血红的玫瑰花 一边讲着闲话 一边往露丝的墓穴走去 那时何希还在奈吉利亚工作 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格拉斯 死了妻子 每隔两星期 便要我开车 带了她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 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 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 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 墓园用这样的名字 也是很合适的 罗斯生前是基督徒 那个公墓里 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 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 外国死者安眠的 其他广大的地方 便全是西班牙人了 因为在西班牙 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 有的死者睡公寓式的墓穴 一层一层的 有的是睡一块土地 罗斯便是住公寓 在罗斯安睡的左下方 躺着另外一个 先去了的朋友家里 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格拉斯 推到他太太面前的时候 他静坐在椅子上 我便颠着脚 将大理石墓穴 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 枯残的花梗 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 再将花瓶注满清水 这才跑回来 坐在别人的墓地边 一枝一枝插花 尼格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 总是插满了两大瓶 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 在家里的学前 也给他放上几朵 那时候 尼格拉斯刚刚失去妻子 没有几个星期 我不愿打扰他们 相对静坐的亲密 放好了花 便留下他一个人 自己悄悄地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 轻轻放慢步子走着 一块一块墓碑都去看看 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 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 不是墓穴的那种 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 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 而且做得体面 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 我不知不觉地蹲了下去 心中禁不住 一阵漠然 可怜无定河边谷 又是春归梦里人 曾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生前 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 你是我的同胞 有我在 就不会成为孤坟的 我拿出化妆纸来 细心地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 擦了一擦 并没有太多灰尘的杯石 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格拉斯 仍是对着他的太太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尼格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 而卡蒂也加入了 他是尼格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 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唤花 一边讲话 家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 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着 达尼埃自自然然地 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 曾先生一定是快乐的 因为总会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的 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 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 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 因为何悉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 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段小小的故事来时 十分渴望曾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 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 不能替他扫墓 而心有所失 不久 我又要回到曾先生买骨的岛上居住 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 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 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 我是十分愿意带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 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 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回想起来 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 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继 上面这篇小文章 是朋友作家小明托付我要写的 为了赶稿很快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就忘记了 因为文很短 过了很久很久 快一年多了 我有事去联合报 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 他说 有人托他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 找不到看过这篇文章的事实 其实他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 并不再联合报 有人打电话来报社 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 那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 听说是在西班牙失踪的 你有没有记忆呢 曼伦问我 我很快地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 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 大概是弄错了 没有姓曾的朋友 也没听说过 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呢 过了不久 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 拆开来一看 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 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的时候 尖叫了起来 哎呀 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哪 他早死了呀 1972年 还是1971年 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 是1980年5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 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 要去高雄讲演的时候见见面 要请我吃饭 因为 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你看看大伙儿和照 就你一个人没有笑 是我们装傻 还是你真的 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 我才懒得给你解药 我才懒得给你解药 反正你爱来这一趟 不为爱情遮药 难道不是你 一直以来解不掉的癖 你才想谁想到睡不着 你应该觉得骄傲 很多人像失恋也没有目标 只是想睡个好觉 别炫耀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你就愿日子枯燥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忘掉 渺小的空宿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 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 还能为某人燃烧 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 不是想要就能要 别炫耀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你就愿日子枯燥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忘掉 渺小的空宿只是证明 生活并不无聊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你就愿日子枯燥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忘掉 渺小的空宿只是证明 生活并不无聊 别让我知道 其实你在背着我们 偷笑 搞定万竟之 anchor 因为 strategically 再度大概静小的封市 封的时候